许多人都说长得漂亮并不能当饭吃 然而事实证明 每一个人都有爱美之心 颜值高真的是加分项 现代行业无论是相亲还是参加面试 都会强调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 没有人会去花心思琢磨 是否存在有趣的灵魂 外表的直接冲击 往往就能改变一切 虽说如此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相貌丑陋 而否认他的才华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今天就给大家说 一位凭借才华征服皇帝的丑八怪刘凤告 此人是乾隆年间的进士 先后担任过户部 礼部 礼部 兵部四部侍郎 堪称是一个权财 刘凤告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分 出生在一个大家族 让刘凤告自小衣食无忧 优厚的生活没有让刘凤告迷失自我 反而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家里人也十分注重对他的培养 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没多久就成了附近有名的神童 至于他的相貌并非先天所致 据说是有一次刘凤告与同乡小伙伴鄙视射箭 没有注意被箭射中了眼睛 对于别人来说或许自此之后都会沉沦 不过刘凤告并没有伤心多久 很快就从低迷的生活中缓了过来 这次巨大打击 并没有摧毁他的内心 反而让他更加励志 既然已经无法改变事实 就加紧学习诗词书画 用文采武装自己 刘凤告稍微大点 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大才子了 人人都知道他有才学 当然官府也不例外 但是因为脸上的疤痕 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刘凤告并没有灰心 像许多普通年轻人一样 一头扎进书本中 想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参加科举考试之后 刘凤告一路过关斩江 杀出重围 科举写文章的时候 因为势力影响 等到太阳快要落山了 刘凤告也没有做完答卷 按照规矩早应该收取他的答卷 然而主考人早就听闻 刘凤告的书法别具一格 特地准许他严实作答 找来蜡烛为其照明 刘凤告没有辜负考官的信任 发导以后名列一甲第三名 身体有缺陷的刘凤告 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如愿进入电视环节 能参与到电视的人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 由皇帝直接出题考核 对于很多人来说 既有风险也有收益 回答的令皇帝满意 非黄腾达不再是梦 反之一旦触怒了皇帝 掉脑袋也不是没有可能 电视不仅要靠学子们的真才实学 对于他们的胆量和应变能力 也是一个巨大考验 比现在的面试 难度要大多了 一些心理素质差的考生 一到大殿之上 战战兢兢 语无伦次 生平所学全部抛之脑后 自然也没有入朝做官的机会了 刘凤告小时候的经历 让他看惯了人情冷暖 早已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 具备同龄人无法相比的自信 对于刘凤告来说 这里不是刑场 而是自己一名惊人的舞台 怀住这种自信 刘凤告稳步踏入大殿 终于见到了皇帝 心里也有一番忐忑 是不是皇帝也像寻常人那样 以貌取人呢 有时候面相丑陋 也成了一种优势 乾隆皇帝从人群中扫了一眼 就记住了刘凤告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独人龙 在此之前 乾隆就已经听人说起过 刘凤告才学抄群 也亲眼过目了他的答卷 对此十分赞赏 只是他并不知道刘凤告的相貌 竟是如此 因此一下子就正住了 心里想到 这可如何是好 这人实在难看 不过若是真的有才学 又不录取他的话 恐怕很难服众 因此 乾隆就有意要考考刘凤告 乾隆张口出了一个独眼 岂可登金榜的上帘 摆明了是拿刘凤告的痛处 来取笑他 听完之后 刘凤告并没有过多慌张 只是心里想到 原来皇帝也是以貌取人了 稍作思考以后 刘凤告脱口而出 半月依旧照乾坤 不卑不亢 十分工整 引来众人称赞 乾隆心中也是一喜 不过还想考一下他 接著说道 东启明 西长庚 南基北斗 谁是摘心汉 这次刘凤告想都没想直接说 春牡丹 夏韶瑶 秋菊东梅 陈本叛花郎 彻底让乾隆折服 甚至认为他有状元之才 不过状元毕竟代表住朝廷的脸面 仔细思考之下 还是钦点刘凤告为叛花郎 君臣二人的对联 也传为了一时佳话 刘凤告入朝为官以后 深得信任 先后再数个重要部门担任职位 勤勤恳恳 不过还是栽了一次跟斗 嘉庆年间 刘凤告曾担任浙江都学 当地有个妇人为了让儿子上位 贿赂了众多官员 当年科举正式刘凤告监考 虽然他并没有收受贿赂 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 刘凤告被发配边疆 事情闹得很大 嘉靖薪自查办 认定刘凤告存在监管不当行为 刘凤了四年以后 准许其返回京城 后来重新被启用 没多久眼疾复发 返回家中静养 这次离开以后 刘凤告再也没有返回京城 道光十年 刘凤告在家中病逝 小年七十岁 纵观刘凤告的仕途 成就极大 担任编修期间 曾多次删修改五代史 前后历时二十多年 刘凤告不爱美色 也不贪恋权势 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古文 虽然多次被贬折 依旧没有影响到他在儒生心中的地位 参考资料 太花狼刘凤告 刘凤告宗辞顾礼